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是Kurko 歡迎大家跟黑貓一起練日文 今天繼續我們的一日一篇日文文章 日文新聞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知慧之論 知名字 大家看到圖大概就知道是哪一個 大家以前去神社都可能有見過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去看看有關她的新聞 知恵之輪は直径2.2mぐらいで 藁でできています 中を通ると 考える力や覚える力が高くな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試験を受ける人たちは知恵之輪を通った後 とお坊さんから祈ってもらいました 中学校の試験を受ける女の子は もうすぐ試験なので緊張しています 知恵の輪を通って力をもらったので 頑張りますと話しました 寺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移らないように この行事を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も見せました 通過智慧之輪之後 就可以增強思考力和記憶力 所以很多日本人 就可能會跟這些 表示要即將入学的子女 或者是要考試的人 就會去逛逛智慧之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實智慧之輪 另一個在Google搜尋 你會找到在手上 玩解謎的小遊戯 即是有兩個鎖 混合在一起 不知如何解釋 那些都叫做智慧之輪 我們講回新聞 我們就試一下逐句看一下 第一句 第一句的意思 通過一個大型的智慧之輪 來祈禱考試可以合格 イノル就是祈禱 然後通過就是トーテ 前面跟著一個ナ的用詞 大型 大型 大型就是智慧之輪 這樣的意思 新的一年到來 開始有很多入學考試 新的一年到來 新的一年 就是新的一年 變成新的一年 從現在開始 就變多了 就是Nanimas 就是變多了 有很多的入學試驗 在大阪市的寺天王寺 三天 大型的智慧之輪 通過智慧之輪 來祈禱考試 順利合格 這句好像很長 大家可以逐句看 這個 アルテナのシテノジ 就是在大阪市的其中一間字院 就是四天王寺 在那裡 テミカ ミカ 就是三天的意思 後面就說了 他舉行什麼 這個 キヨジガアリマスタ 舉行了這件事情 這個活動 就是祈求 這個考試順利合格的活動 這個意思 來看看 智慧之輪 直徑 大概有2.2公尺 2.2公尺 即是幾大 我數學不是太好 大家可以看看 他用什麼做的 就是用稻草造成的 2.2公尺 就是大概這樣 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 ワナ 就是稻草的意思 できています できています 就是用造成的 就是用什麼造成的 前面 的 就是ワナ 就是稻草造成的意思 據說 通過這個智慧之輪 可以增強這個思考力 和記憶力 這裡看到 考える力 や 覚える力 也是用了 ややなど 的文型 我們這次三天的文章 都看到這個文法 大家可以記住它 等等等等 之而此類 就會高くなる 就是增強 增高的意思 所以 大家都會通過這個 智慧之輪 那 要將要考試的人 通過智慧之輪之後 就可以得到和尚的祝福 おぼさん 就是和尚 カラー 就是from 由和尚的 什麼什麼 モダイマスダ 就是得到 所以就是得到 從和尚的祝福 這樣的意思 即將面臨中學 入學考試的女生 就表示 馬上要考試 所以很緊張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ZUGAKKO 就是中學 中學的什麼呢 NOSHIKEN 就是那個 測驗 然後 UGERU ONANNOKO 就是要接受 這個考試的女生 後面就說 這句話 不是 這句繼續是他在說那句說話 但是因為通過智慧之輪 而得到力量 就會更加加油 跨著那句 都是去說的說話 後面就跟回這個 と 話シマスダ 就可以割回那個人說的說話 這句話 寺寺 為了不讓新型病毒更加增加 所以這個例行舉行的活動 亦都可以透過網絡去參加去看 這個寺寺 就是這個 能夠 可能 可以看到 可以參與到 這樣的意思 這個 YONI 中間 大家看到 這個 前方的YONI 就是為了 前方的 意思 而用 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文章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樣 雖然很短 但是 可以看到多新聞之外 亦都可以複雜一下 或者實質看一下 日本人是怎樣用的文法 亦都可以學一些單字 如果大家會聽這個新聞的話 還可以訓練Listening 這裡再分享一件事 就是大家在聽 即使你聽一次之後 你就回到頭 試試跟讀 這個Shadowing 亦都可以令到大家說話的能力有幫助 可以說日文更好 這個我也在努力 大家可以嘗試聽多一點 或者再補充 試試跟著去講 跟著去讀 也可以一起練習這個 講和聽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文章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下面來告訴我 或者幫我讚好 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讚好 訂閱和分享出去 那我們明天繼續看下一篇的新聞 那我們明天繼續看下一篇的新聞吧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